阿威啊 来来来 怎么样 江师傅原来 在春来的菜庭上干 我多加半成薪 给抢过来的 阿威好啊 你就等着春来嫂打上门来了 你们两个都走了 比我一个 我怎么办啊 阿威啊 你上去炒两锅呗 让我看看你学了什么 让我学生归来吧 大酒家的人欺负你了 还行 他们教东西还挺均均的 什么时候你能让地上的这些蚂蚁 排着队走直线 我就什么时候生你 笑什么呢 阿威啊 这个呀 是大酒家后厨的一个肉席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 往好处说呢 就是磨练一下学徒的性质 更心细 我都快被这蚂蚁给折磨得吐血了 往坏处说呢 就是整人驾马威 我都没听过 咱们菜顶小门小户哪有那么多说道 小点声有客人哪 越是大酒家的后厨这是越多 你这儿在这儿跟我说的头头是道的 你有办法的 有 不是 跟我说 你怎么给我推 这个 我说 道 성공 我爸 我先把来西区 我安排 3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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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琢磨出来了新切法 叫发毒讯 好 我现在可以生针绑了吗 华仔 你今天怎么不去工啊 今天药坊放一天假 这么好 还给价呀 卫生局不是要搞防疫吗 药坊要配杀中药 一整天不让进去人 所以就放一天假咯 阿华啊 你赶紧问问他 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们这里了 这整天老许跑来跑去 这是啊 什么时候 是不是 还是广州舒服啊 河山顺利人太多了 隐隐狗狗 没什么意思 你来干什么 瞧你这个人 就不能先叙叙旧吗 这点东西吧 怎么样 这小学好听吗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卖地就卖地了 还是有枪的日子过瘾 虽然反正就找你了 河济生药铺 还有个年轻美貌的旅人 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吧 下面写得清清楚楚 慈善于佛山 你弟弟陈清卫 妹妹叫陈妹妹 你就躲在西关的河济生药铺 我既然敢登报纸 就不怕别人知道 谢时三被枪毙了 所以啊 我的事过去了 这就说 不打算再夸钱呢 你之前说得对 没钱瞎折腾什么呢 我没钱 算了 我都开始喜欢你的性格了 知道我想用这个秘密 敲你点钱 先把路给我堵死了 不错 不错 但是你那个方姐怎么办 有人想灭你家满门 但你没有死 你说他们知道了 会怎么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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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着茶听着小曲 你怎么没杀风筋 你的真是就大把柄 给我抓住了 你得认 不要钱 要好多钱 我没钱 那是你的事 我不管 那几个采药的商量好了 一起抬价 要不然就卖给别家 我还没答应呢 再说了 咱们拿到草药 也要整理清洗炮制 哪有钱家呀 说不送就不送 大不了啊 咱们自己进山才要 山河 我跟你说话呢 你想什么呢 搬家吧 咱们做的太偏了 影响生意 得换一个大一点的铺面 搬家 哪有钱呢 钱 我想问他 你生意不好 也不至于搬家吧 我就是唠叨唠叨 这都是老邻居老客户 虽然生意差点 但开销小啊 你还是去看看店铺吧 顺便到光潇寺 找盒人算一算 换个店铺的名字 该给运气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想到这些了 生意不好 生意不好 那总得想想办法嘛 那也不至于搬家呀 你总不能等下了雨 再买伞吧 算了 还是别搬了 换了地改了名 你师父这会儿回来 找不着家怎么办 你 那 再说了 你弟弟妹妹要找你呢 你 那 那 你 我 你